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2月23日报道,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一具鹿的尸体11月检测出一种高传染性软病毒呈阳性,一些科学家对此提出担忧,称这种致命脑部疾病病毒可能会传染给人类。 美国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表示,黄石国家公园发现的这种软病毒会导致鹿的体重减轻、跌倒,并出现神经系统症状。 北美、加拿大和韩国的鹿身上都曾发现过这种病毒,有人将其称为僵尸鹿病。 由于此类病毒的感染能够扰乱宿主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,导致被感染的动物不由自主地吞咽口水和走动不稳,还会呈现一种迷惘的神态。 而这类病情对于宠物动物来说是无药可治且无任何疫苗可以预防的。 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,部分专家表示尽管尚未发现任何确诊的感染案例,但是此病毒仍有潜力传播给人类。 流行病学专家克尔尼·安德森指出,除此之外,我们也要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,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来彻底消灭该病毒。 美国公共野生动物联盟2017年曾估计称,每年大约有7000到15000只感染僵尸鹿病的动物被吃掉,且这一数据与每年增加20%的速度增长。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醒大家,在享用肉类食品前请先测试捕猎到的野生动物的身体状况。 这是由于即将到来的狩猎剂所带来的影响。